因为之后的两期视频我们要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 所以要先把这段历史简述给大家 如果两本书有出入的地方就以三国志为准 那故事就正式开始了 东汉末年分三国 但整个东汉都乱哄哄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命太短 除了汉官武帝和汉明帝这头两位 和有名无实的末代皇帝汉县帝 最长寿的活到36岁 最短的只活到两岁 这就导致外戚和宦官问题特别严重 首先是外戚问题 因为皇帝早要继位者年纪就更小 所以礼政大权就落到了母亲舅舅的手上 那至于为什么不是叔叔伯伯这话就很长了 并遭可以追溯到西汉屡至屡后的身上 因为这些外戚有礼政大权 有时甚至谁来继承皇位都由外戚决定 这就不免嚣张跋扈 小皇帝慢慢长大 自然会滋生权力欲望 要从舅舅们手上夺回权力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依靠另一支力量 那就是宦官 他们毕竟是皇帝的身边人 所以整个东汉的权力斗争 就可以总结为七换之争 背景介绍完了 正是来看三国历史 起点就是诸葛亮那句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 汉桓帝即位的时候十五岁 娶了外戚梁记的妹妹为妻 这个梁记可以介绍一下 桓帝的前一任皇帝汉智帝就是被他毒死的 汉智帝死的时候才九岁啊 所以梁记是一个大权臣 桓帝即位后就想方设法要诛灭梁氏 后来就联合了五个宦官 一举歼灭了梁氏 这五位宦官也因此得势 被封为武侯 不过这武侯更过分 勒索抢劫以田私欲 这使得民不聊生国力衰微 汉桓帝后期 一批太学生为了重振朝纲 要求整治宦官 这就引发了宦官和文官们的大规模冲突 结果是一大批太学生被捕 他们虽然后来被释放 但禁雇终身不许再为官 史称党雇之祸 于是朝政愈加黑暗 据传汉桓帝沉迷女色 后宫人数达五六千人 后来桓帝三十六岁离世 继位者就是汉灵帝 汉灵帝和汉桓帝一样 重新换官 在他的手上发生了第二次的党雇之祸 同时因为汉枪战争 征讨鲜卑等外部战争 导致国力空虚 然后这个国家就出现了明码标价的买官卖官行为 那当然当官的 一定大肆敛财搜刮民之民高 于是民不聊生 民间暴乱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黄金之乱 黄金起义是以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 起义首领教张角 创立宗教太平道 据说很多生病的百姓喝了浮水之后 不要而喻 于是信徒越来越多 人数多达几十万 而信徒也便及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 张角以苍天以死 皇天当立为口号起义 一个月内 全国七州 二十八郡 都有农民起义 黄金军势如破竹 朝廷无力应对 只得放权地方 允许私人武装 刘备就是靠这个 站上历史舞台的 而董卓 曹操 孙坚等 也因此军功显赫 拥有了割据一方的实权 后来黄金之乱被平 汉灵帝依旧不思悔过 而此时 他的两个儿子 刘备和刘邪 随即太子魏的问题 引发了外戚大将军 何晋和宦官集团的对立 灵帝驾崩后 何晋立自己的外甥 刘备即位 史称汉少帝或红能王 何晋也因此 开始公然火并宦官 并且召来西北军阀 董卓 助自己武力威慑 后来何晋与宦官火并 同归于晋 董卓坐收于利 独揽朝纲 甚至废了汉少帝刘备 另立刘邪为皇帝 这个刘邪 就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 汉县帝 至此 东汉的统治名存实亡 董卓所为不得人心 于是以袁绍为首领的各路诸侯 联合讨伐董卓 袁术 孙坚 曹操 刘备等也在其中 董卓惧怕联军 先杀了废地流变 以免里应外合 又选择由洛阳前都长安 以避联军封网 而洛阳富豪 尽数被捉拿 财务充攻 又命帐下大将吕布 挖掘帝王林寝 搜刮财宝 更有数百万百姓被迫迁徙 无数姓名妖王 最后焚毁洛阳 而此时讨伐董卓的联军发生内讧 比如曹操主张立马行动 袁绍却每日设宴聚会不辞进取 又比如 袁鼠孙坚都怕对方争投攻 相互撤走 后来联军前行 孙坚攻进了洛阳 看似讨伐有功 但联军中的各群雄在这场战役中 大多都结下仇怨 由一起对抗董卓 转为开拓自己的领土 联军散去 董卓的好日子也不长久 吕布勇武过人 演艺中称为三国第一猛将 董卓与其父子相称 并以其为贴身侍卫 而董卓性格多疑 总怕吕布乱其内侍 曾经以手己志向吕布 而吕布呢 私下里确实也跟董卓婢女私通 这段故事就是演艺中的吕布戏貂蝉 朝中大臣以此为契机 离间吕布与董卓 吕布杀董卓 而后董卓与党 李雀郭四攻陷长安 为董卓报仇 并诛杀大臣挟持汉县帝 李雀郭四内侯 县帝趁乱逃离长安回奔洛阳 路上艰险不必多言 回到洛阳 洛阳已成交土无处藏身 此时 因为镇压青州黄金起义的曹操 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劲的军队 青州兵 并在山东各地建立了自己的领地 见汉帝出逃 便在谋士巡御 毛戒的建议下 奉天子以令不臣 前往迎接县帝 并且以洛阳残破为名 迁都许县 这就是后来的许都 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因为曹操日后可以借天子之名行事 所以小说中 又把这称作 邪天子 以令诸侯 而为了保护许多平安 曹操开始四方征战 先凭了南阳郡的张秀 又征服了吕布治下的徐州 后征服了河内郡 又在袁树病死寿春后 拿下了淮南之地 这就使得曹操成为北方霸主 天下唯一能与其争锋的 只有河北袁绍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要记得 刘备也开始展露头角了 曹操攻打徐州时 刘备领人来救 正值领事逃迁离世 刘备就领了徐州墓 也就是成为了徐州的首领 不过还没有误热就被吕布夺走 后来刘备败走投靠曹操 最后是曹操刘备和兵 坐掉吕布 拿下徐州 曹操班师回许都后 对刘备礼遇有加 而此时汉县帝 已经对被曹操控制颇感厌恶 于是发出了一代诏 密谋杀曹 也就是在贴身的腰带上 写下了诸曹令 号召天下英雄 刘备秘密加入一代诏 然后趁机叛逃 夺回徐州 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之后又前使勾连河北袁绍 希望河滨加攻曹操 这个时候全天下 反曹声势大盛 曹操怒而攻刘备 刘备大败 投靠袁绍去了 而刘备的妻子被俘虏 大将关羽投降曹操 曹操解决了刘备 回身就要与袁绍决战 在这一过程中 展开了一系列的会战 史称关渡之战 其中的一场战役 袁绍派旗下大将 炎梁攻白马 白马是元曹领地间的 军事要道 非常重要 曹操如何用兵不细说 单说投降了曹操的关羽 此时作为先锋 两军阵前望见炎梁挥盖 策马冲到炎梁身边 将其刺杀 这是三国治理唯一一例 万军中取敌将首级的记载 关羽立功后 认为足以回报曹操不杀之恩 于是又回到了刘备身边 而曹操竟目关羽忠义 不许步将追赶 所以过五关斩六将 只是演绎的故事 话题重归关渡之战 交战双方袁绍和曹操 袁绍强而曹操弱 兵力为十一万对四万 可调用的梁草也差距悬殊 在决战前夕 根据袁绍的谋士许优推论 曹操良以尽义 可是袁绍却不听谋士 打持久战的建议 集中兵力于关渡 希望一举击溃曹操 曹操虽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听从了谋士寻遇的建议 坚守等待奇迹 奇迹终于出现了 袁绍谋士许优屡次献祭 袁绍不从 许优又贪财 袁绍不能满足 之后许优的家人犯法被延惩 于是许优转头曹操 告知袁绍良草进屯于乌朝 曹操于是其习乌朝 将援军物资全部焚毁 援军完全崩溃 袁绍虽然逃回北方 但元气大伤 后来又与曹操一战 又败 忧病而死 袁绍死后 妻子袁潭袁上征位 河北大乱 曹操趁乱拿下河北 也就统一了北方 喜欢八卦的同学可以记一下 曹操的长子曹丕 就是在这个时候 见到了妻子珍氏 珍氏原本是袁绍的二儿子 袁熙的妻子 因为貌美 于是被曹丕娶了 而传说中 曹操的第三儿子曹植 见到了真是极为清新 可是长嫂为母 心下忧郁 只得做落神父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这样的家具 可能是在寄托暗恋之情 再说回主线 此时二五载刘备 早已脱离袁绍 跑到汝南去了 曹操马上挥兵攻下汝南 刘备再跑 跑到荆州投靠刘表 曹操痛恨刘备 因为他曾经将 攻取袁绍的想法 告诉刘备 没想到 刘备叛逃到袁绍的地方 还将一切都透露给了袁绍 这使得曹操一度 非常的被动 曹操后来当众 咬破自己的舌头 咬出血来 告诫自己和众人 不可失言 说回刘备 投靠刘表之后 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刘表为其增兵 让刘备屯兵新野 守护荆州北大门 曹操派人攻打荆州 刘备就在西野扶兵 将其击溃 这就是火烧新野 扶兵勃望坡的故事 不过在演绎中 又将此功归于诸葛亮了 刘备在荆州 安稳地歇了几年 在此过程中 收拢了荆州人心 也收获了自己的智囊 诸葛亮显隆中对策 指明了天下三分的形势 又过了一年 曹操南下荆州 刘表并逝 赐子刘从即位 刘从害怕曹军 投降 献上荆州 刘备对此并不知情 待到知道时为时已晚 面对曹操包围 只得逃跑 一路上多有百姓官吏归父 一同逃难 共十余万人 人多速度慢 有人建议刘备 抛弃百姓走为上级 刘备回答 伏记大事 必以人为本 今人归吾 吾何人弃去 行至当阳长坂坡 被曹军追上 十余万人皆被冲散 刘备弃妻子 与诸葛亮 张飞 赵云等人逃走 大家熟悉的赵子龙 单继救主 张义德 贺断长坂坡 就是发生在此时 不过张飞断后是真的 赵云却没有 七进七出 赵云护着阿斗和甘夫人 再后慢行 刘备此时已经逃到了汉金 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关羽 和东吴的鲁肃逃得已难 而曹操此时已经得到了 荆州大军南下 偏安异于的东吴 也倍感压力 诸葛亮便出使江东 说服了孙权 于是孙刘联军成 不过根据裴松之推论 孙刘联军抗曹 应该是出自鲁肃的主意 在此就不讨论了 曹操此时握有26万兵力 号称80万 南下江东 孙刘联军 共计5万 兵力悬殊 但曹操手上多为北方军士 不惜水战 于是将战船相连 这样就能如履平地 东吴水军大都督周瑜 令黄盖诈降曹操 投降之时 黄盖在船中 多被柴草高游点起火来 船撞曹操大军 起火 东南风大 火界风势 烧进北船 曹操大败 经华荣道逃跑 不过关于义士曹操并未有记载 这就是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的失利使得曹操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 然后孙刘联军开始反扑荆州 分而战之 再往后周瑜早逝 鲁肃接任大都督之位 刘备借荆州 鲁肃劝孙权稳固联盟出借荆州 于是刘备拿下这块药地 之后就一借不还 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计谋 拿下荆州与益州是计划之内的 所以刘备下一步就是入川 益州母刘张与汉中张鲁有仇 颇为头疼 而曹操在赤壁大败后 又将目标放在了汉中 刘张惧怕曹操侵吞汉中 进一步侵犯益州 于是请来了仁义刘备相助 刘备听到消息 率军来到益州 刘张亲自迎接 并配起刘备军事粮草 希望刘备进攻张鲁 然而刘备得了钱粮人马之后 只在加盟驻扎 并不出兵 一味收买人心 再后来曹操公孙权 孙权向刘备请援 刘备仍在益州分兵不得 于是就请刘张帮忙 刘张却只给了 极少的人马物资 刘备大怒 与刘张决裂杀向刘张 刘备军强 一路上皆是投降之重 围在洛城玉祖 刘备的军师旁统 众流史而亡 随后诸葛亮 赵云张飞等军 入蜀助刘备 张鲁手下大将马超 此时也归顺了刘备 加入了益州战争 后来洛城被攻克 刘备大军包围成都 围城数十日 当时成都上有三万精兵 一年的钱粮 所有军事皆怨死战 可是刘张不愿百姓 受战乱之苦 于是缴械投降 一周就此归了刘备 刘备安顿军事百姓 不在话下 四年曹操降服张鲁 占据汉中 严重威胁到蜀地门户 而孙权也因为刘备 得到了益州 前来锁还荆州 刘备借故推辞 孙权怒而攻之 刘备大惊 于是与关羽进军 对峙孙权 此时前有孙权 后有曹操进退两难 刘备指得和孙权讲和 以香水为戒 将荆州东部 划还给了孙权 之后就留诸葛亮守成都 关于守荆州 自己带兵 全力争夺汉中 可是刘备出师不力 然而汉中乃是一州门户 若无汉中 则无蜀矣 刘备就请求成都增援 诸葛亮轻力增兵 于是曹刘继续对峙 对峙一年 黄中献祭于定军山 诛杀曹军大将夏侯渊 曹军大乱 曹操急忙出兵增援 而后又亲自来此督战 于是两方继续对峙 期间小战不断 曹军死伤甚多 最后退兵回到了长安 于是刘备就占领了汉中 自立为汉中王 而这个时候 东吴因为和曹魏的合肥之战战果不利 已经从孙刘联盟 转成了亲曹派 也就是我打不过你 选择加入你 孙权在此之前 曾经尝试与关羽联姻 但是被关羽拒绝 而且辱骂了使者 刘备在取下汉中后 关羽率领部队北伐樊城 樊城一破 许都则无险可守 当时八月连绵大雨 汉水暴涨 曹军全被水淹 视为水淹其军 不过历史中没有记载 关羽绝堤坝的细节 所以水淹其军应该是天灾使然 借水士 关羽拿下樊城 获降兵三晚 一时威震滑下 关羽又派兵围攻襄阳 易攻克 关羽锐不可当 使曹操遇迁都避其锋芒 曹操手下谋士司马懿 指出 可借孙权 牵制关羽 孙权处亦有此念想 欲借曹操之力夺回荆州 于是双方一拍集合 双方停了在合肥的争斗 一起对付关羽 曹操调大军征关羽 自己一亲征 而孙权则用吕蒙假扮商人 潜入城中夺取荆州 断了关羽后路 同时又有陆迅 攻下长江峡口 阻绝了关羽逃去四川的门户 几乡合力 关羽大败 败走卖城 后来关羽被东吴擒获斩杀 孙权战有荆州大部 相反之战正式结束 孙流联盟也正式破裂 在此可以感叹一句 其实关羽是提防东吴的 也设置了守荆州的防线 吴奈是其傲气太过 下属不满 使得不战而败 相反之战结束后 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 并劝曹操称帝 曹操不愿篡汉 说若天命在吴 吴为周文亡以 后来曹操病逝于洛阳 曹操去世时 刘备派人吊丧 已向曹魏示好 希望避免两线作战 准备再次罚吴 后来曹操世子曹丕即位 成四魏王 同年迫使汉县帝退位善让 正式建立曹魏政权 刘备听到了这个消息 以自己为汉室族裔 于是在成都登基 自立为汉帝 同年 大将张飞被部下反叛所杀 而刘备仍旧执意罚吴 对外宣称是为官宇报仇 孙权健壮急忙修书求和 刘备并不理会 孙权只得应战 任命陆迅为大都督 蜀军来势汹汹 陆迅避其锋芒 退吴军至宜邻 先占据有利地形 刘备军事浩大 连营数百里 蜀军频繁叫阵 但陆迅坚守不出 蜀军设计 吸引吴军来攻 陆迅只坐不知 两军相持半年 直到六月份 气候正直酷暑 蜀军一入密林 结营避暑 陆迅才开始反击 陆迅利用火攻 火烧连营 封锁江面 恶守移灵道 全线出击 克营四十余座 蜀军惨败 一年后 刘备丧命白帝成 刘善即位 此后 蜀国军政大权 均由诸葛亮掌握 诸葛亮再度 与东吴结盟 此后 三国局势 再度变为 东吴蜀汉同盟 对抗曹魏 诸葛亮后半生 五次北伐 军位成功 最后 积劳成级 并适五丈元 江维接过 北伐重任 共计十一次 最终也未能成功 最后 蜀国被魏国所灭 而东吴虽然选择抗曹 却效果寥寥 孙权晚年也失误连连 导致东吴内部 因储君问题产生内讧 名将陆逊 也在内讧中死去 之后 孙权去世 东吴 也江河日下 最后再看曹魏 权势足以统一三国 但曹丕称帝后六年去世 其子曹锐 亦文武双全 曹操生前 极为喜爱曹锐 可是登基十一年后 也去世 其养子八岁的曹芳即位 曹芳即位之时 权臣司马懿发动政变 史称高平陵之变 足灭了与其一起辅证的 大将军曹爽 此后 魏国军政大权 尽数落入司马懿之手 再往后 司马市篡权曹魏 立晋政权 晋又灭无 天下皈依